我們上次介紹到活摩陰力 活摩陰力來自於什麼呢 活摩陰力最主要來自於它的熱膨脹性速度 導致從有溫度高溫沉積緩降回室溫後 因為收縮的程度不一樣導致會有trend 所以就會造成了這種 身上溫度跟收縮的硬力 而硬力的大小是怎麼兩側呢 硬力的大小其實兩側是活摩彎曲的幅度 基本上硬力兩側是活摩的彎曲程度 其實就是你表面的彎曲程度 那它主要是用光學系統 非破壞性的去看說 你的表面彎曲的程度變成怎樣 那通常一般最好有一個碰片是 有落在上面的根本沒有落在上面去測 因為你一開始可能就已經不是平安的平面 已經鎖不定了 所以通常看這個的話 通常你需要一件事 就是成績撥墨前 然後一個是成績撥墨後 兩個片子去用這個系統來訊測表面的彎曲程度 讓電腦去計算出 有這種撥墨的硬力是多少 它可以從表面的區域來得到說 來計算出它的硬力 那界限值的CD 好現在講過一種是 你常看到的是LDCD 當然前面有介紹有長壓的有低壓的 那基本上目前我們沒有看到長壓的 大部分都是低壓的LDCD跟PECD 而長壓的LDCD呢 溫度大約都在六七八百度都有 那PECD大概都在三百度以下 那是兩次差對不對 那界限值呢 最常用的就是什麼呢 要把就是 阿塞跟奈船其中 如果是阿塞系的話 系的來源是從 系完來的 塞列 那GOS是懂阿塞 塞列也是這個不常看到的 這個可以管他 來 常見的阿塞決定車 你們看到 齁 用的就是 系完加量 在高溫的情況下呢 會乘即乘 二氧化系 加H2O 然後會打掉 變這樣 齁 他這邊講 ABA就是 長壓一大氣壓 齁 一大氣壓一天下的CD 然後就是LVCD 那現在基本上沒有 幾乎沒有看到有在眼睛 都是LVCD 都是LVCD 這種都是純層 那 另外一個就是 氮化系 氮化系的成績呢 是塞列加阿摩尼亞 在高溫 這溫度就比較高 這個溫度相當於七八百度系 一般要在七八百度系的時候 這樣 呃 細碗加阿摩尼亞 變成奶甩加 氫氣 好 而整個 幾乎天造的過程中呢 最早會成績 氮化系的 就是要做 CMP 的時候 或者是做Locus 0.35製程 以前只有Locus 0.25 以後就有Locus XDI 不管是哪一種 都會需要有 哪一船 做Locus的話 就是要這樣呢 如果小片氧化的地方 就是用那一船氧住 沒有被氧化的地方 氧下去就會氧化 變成 後來氧化成 而 XDI的話 是來當作CMP 主擋車 這之前 介紹過 多便 所以就會有這個 那 還有時候 哪個地方 會用到加熱的 9H5 呢 基本上Locus 不會再破斷了 因為後斷製程 有金屬 就不會入到溫 9H5 會哪一用到 我如果在後續 在做 那個 之前講過 Contest 的時候 會有一個 Contest H1 H1 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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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地方有沒有到那一場 那 阿塞的成績 除了 細碗加中度之外 它也就是 四伊洋 四伊洋基力細碗 就是 T1 C1 那T1 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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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只需要T1 子就夠了 它也就不需要加起來 直接T1 T1 進去 把後面的細部 H5 直接把 間解架 壓斷 剩下 剩下 變成 這就變成 這就是 C 氧基細碗 而T1 跟 跟賽者上再比起來 直接講過他們的表面牽液率是不一樣的 TILS的表面牽液率比較高 然後呢 細碗的表面牽液比較低 所以階梯覆蓋率而言呢 它的均勻度它的Stay College 就把TILS比較好 直接講到過 但它的缺點就是它比 它比細碗加OTO比較貴 TILS比較貴 TILS比較貴 那還有一種是 你如果想要把孔跟零 摻達到二氧化系體裡面的話 你就可以再衝 三加氧基孔 或者是三加氧基0 就是這兩個系體跟TILS 同時衝進去的話 R3裡面就會含用 Boro跟Fars就會含進去 它一樣都會列解成B跟P Boro跟Fars 而中間的碳氫氧化合物呢 就會直接回發量 就會直接回發量 不過這些都是早期的製程 現在根本都不會去參這些 早期這些是為了什麼呢 為了冰暖化再流動 但是現在都不用這麼高溫的再流動 再點20分 因為不太用它 因為有線 發力出來 好 所以呢 再衝動出來 而如果是PCBD呢 我們剛才講是LPCBD 那回到電漿的話呢 PCBD呢 通常PCBD的溫度比較低 所以呢 它有時候會有確定就是 基本上你的阿彩都是用細碗 而細碗裡面呢 會有部分的氫 而這個氫會完全跑掉呢 基本上不太用 它大部分會跑掉 但是少數部分呢 會在你的阿彩裡面 會長一分的氫 因為溫度低 溫度低 如果你要讓氫完全跑掉的話 基本上要5600度 5600度 它會就可以 就是把Hydrogen給去除 給Hydrogen給去除 那它的好處是 PCBD340系有個成績 它缺點是什麼呢 你的浮沫 會有含少量的氫 因為這個氫哪裡來的 你的溪碗裡面的氫來 你的溪碗裡面的氫 你的溪碗裡面的氫 加上更多的時候 變成這個樣子 阿彩裡面含有Hydrogen的氫 那如果你想要把這個氫 側底的拿掉 那就怎樣 沉浸完之後再去有高溫 加熱溫 就可以把這個氫點逼出來 逼掉了 多意思耶 所以 因為PCBD 它的不破的產生 主要靠的是 電降的產生的自由氣 所以它可以在比較低的溫度之下 產生比較快的化學反應 所以就可以進入到其量傳輸區域 那 PCBD的氧化物 的阿彩存料 就是來自於 矽網 來當作矽的來源 N或W氧的來源 這是PCBD的 矽網氧化物 當然 也可以用TOS TOS 也可以 PCBD裡面也有TOS 好 再來 同樣是PCBD PCBD 沉浸 Nitra 也是一樣的 加碗加阿彌尼亞 只能還充電彈群 增加Nitra菌的濃度 因為它最後沉浸出來 一樣是含有氧的淡化物 細淡化物 我們要沉浸 Nitra 用的是 加碗 材料加N5 加N5 加N3 銅韻菌之後呢 在電降300克的情況下 產生了淡化系 然後含浮色情 剩下一些淡氫化物的揮發性情 那 利用PCBD 曾經Nitra主要是 用在原件全部都做完 整個技術都做完之後 最外層的動畫層 跟濕氣阻擋層 就會使用低微 因為這時候機器電路已經做完了 然後呢 你面積有很多基礎連結線 所以這時候 都不可以使用高溫製程 因為所有高溫製程 都會讓金屬產生質變 甚至是 融化量 總之會是 對呀 就變成一台狀狀狀狀 然後融入 有些金屬的人 沒有要低一下證明 就沒有辦法 所以他只能用電降 因為電量只要 350克以下 就可以做到 另外這一個是機器 這個東西我們選擇 這個東西取另外一個人做 好 第一層零件做完之後呢 就會 就會 就會成績 阿財如墨 好 然後呢 這個 所謂的阻擋層機 現在都不太需要了 好 P7E的淡化是 擁有較高的成績速率 因為是使用電降 所以他可能在低或幾乎 有比較高的成績速率 然後呢 但是他還是會看一些 海球級的氣 好 然後Stay Car Regime 都 比較 好 相較也能用P7E而言的話 P7E還有跑出的是什麼呢 他可以控制浮墨的硬力 因為你可以藉由 80碼裡面 轟擊的程度 之前在電降的章節講過 在浮墨成績的時候呢 同樣的你低不了 是我們的鼻子轟擊 鼻子轟擊是我的轟擊 那他就會印象到 浮墨的品質 跟浮墨的密度 然後原子密度 就會印象到 它熱补和吸數 最終就印象到 浮墨的硬力 所以P7E跟LV7E有一個很大差別是 P7E可以藉由 Power 打電這樣的功率 來改變 什麼呢 改變浮墨的硬力 可以改變浮墨的硬力 可以改變浮墨的硬力 後面講的蠻多的廢話 後面講的蠻多的廢話 講一遍大家會每一個了解 不然的話 他其實都只是在蠻多的廢話 其實整個機體電路的過程 不外乎就是 撥墨的一直不斷的沉積 不斷的時刻 只是在時刻的過程 要有浮萬化製程 所以首先來 我們先來看一個CMOS 我們講一個大概就好 講一個大概 一個C晶圓 買來 那表面當然會是你層 A層 臉清層 之前講過 Wave拉進完之後呢 表面還會再臉清層 畫了比較好的臉清層 而且還可以控制你的 那個能量度 然後呢 首先第一要做什麼 第一個步驟 要做Isolation Isolation這時候就分兩種 0.35μm之前的技術 用的叫做Locos 這之前介紹 而0.25 之後呢 叫Sti 而這中間的分水也是什麼呢 發揮了一個新的技術 叫做CMD 而在這之前呢 都使用VPSGi0難化 而在之後呢 都使用CMD來評量化 這是一個很大的差別 首先我們來先介紹一下 之前介紹過 Locos怎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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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鮮氧化 一層阿傘 這個阿傘是用Dry Accentation 為什麼阿傘是用Dry Accentation 為什麼阿傘是用Dry Accentation 因為重點是後面的Nitra Ni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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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LbcE 這次阿傘是為了減緩Dry Accentation 然後把要做Locos的地方 露出來 所以 開黃瓜 然後呢 10顆 10顆Nitra 10顆阿傘 10顆阿傘 然後這時候買了 10顆完阿傘 10顆完Nitra之後 光阻去全 然後這時候呢 再來 Wave Accentation 氧就會跑下來氧化 然後呢 氧化的過程呢 體積會膨脹 然後呢 氧是等向性的擴散 所以最後氧化出來 是 就會變成 融起來 這就變成一個氧化起來 這就變成一個氧化起來 然後呢 再使用 440顆 去掉 Nitra 用什麼還記得嗎 上前介紹過 熱磷酸 熱磷酸可以把Nitra 去除掉 Nitra 去除掉 所以這時候呢 阿傘就 形成了 然後呢 再使用什麼呢 再把這個阿傘給剝掉 為什麼 C式的氫化症 HF 可以把這個阿傘給 使得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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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裡當然會損耗一點點 但是最主要因為是很厚 這樣就完成了 Locos的製程 那這是Locos 那SDI呢 SDI製程是什麼 前面的步驟一模一樣 一樣是長阿傘 別Nitra 10顆 阿傘 Nitra 然後呢 上面一樣有光阻 上面一樣有光阻 然後往下10顆 10顆Nitra 10顆阿傘 記得要10顆什麼 10顆斯力肯 10顆斯力肯 直接把10顆吃下去 這時候吃的就是單晶系 單晶系用什麼10顆 我去查一下 前面講過 10顆系可以用什麼呢 有利用到 銷的 有利用到綠的 那你這是單晶系 用的是什麼 我們可以去查一下 尤其是銷 銷化物 HBR 然後去乾脆10顆它 好 10顆完之後呢 一樣 把光阻去除 光阻去除完呢 接著是怎樣 因為10顆是什麼呢 乾脆10顆有很多的 一方面是化學反應自由晶 反應會發亮 一方面是這樣呢 因為有離子風景 因為有離子風景 所以打出來了 10顆完之後呢 這個細壓 最表面的地方 是很粗糙的 缺陷很多 那一般會怎麼做呢 基本上不會馬上直接 疊阿塞進來 因為這裡會有很多的滴費 很多的缺陷 通常會來個 仰掛抓阿塞 仰掛把這些 仰掛起來 把這裡的斯力肯消耗掉 這樣子 就把被破壞內部局 ROCK的表面給氧化 那這樣的話 下進一步的斯力肯 就會是 比較 就是比較淡進的斯力了 然後接著是什麼呢 有來 接著就是 LPCED 乘其阿塞 那這種阿塞 只有兩種選擇 剛剛介紹過了 你的阿塞兩種選擇 一種是什麼呢 SILEN加O2 一種是什麼呢 TILS 而這兩個的差別是什麼 這個比較便宜 這個接近覆蓋力比較好 所以如果你的口很深 開口很小 你就要選用TILS 那如果你的開口很小 你就選用SILEN加O2 那如果口超級小 要怎麼辦呢 你就只要敢用 HETCED 就是邊層肌邊層肌 邊層肌邊層肌 因為這些活潑的技術 這些都介紹過了 現在就是拿來用 所以呢 如果口沒有人小的話 利用LPCED 把阿塞成績進去 好 阿塞成績進去之後 表面就是這樣子 高低物體 因為呈現的地方 已經是比較矮的嘛 挖線的地方 已經比較矮 然後這時候呢 在使用 這時候 LPCED的阿塞 成績進來之後呢 接著使用CMD 化學機械硬力研磨 化學機械硬力研磨 把它磨平 停在哪裡呢 停在奶船上 所以那一個用途就是為了什麼呢 阻擋摩擦 阻擋CMD的磨 所以它的機械硬力要很好 它能夠擋住機械硬碌 那機械硬碌 那機械硬碌磨下來之後呢 可以做一個磨平 就可以吧 阿塞磨平 阿塞磨平 磨平完之後呢 再把NITRA去除一樣 熱磨酸 去除掉 再把阿塞去除一樣 西式的HF或BOE 去除 好 好這時候 STI就完成了 這時候STI就完成了 這個突出完的高度也才只有 一兩百安蟲而已 甚至你還可以這樣的 利用濕濕濕喝 它可以再吃了 再平台一點 再低一點 做完之後呢 接著 該檔的離子固執要打 要做NMOSFAC 就要打成PWAR 要做PMOSFAC 就要打成NNWAR 當離子固執 離子固執完之後呢 接著掌阿塞 掌阿塞 抓阿塞 抓阿塞長上來 抓阿塞長上來 所以這裡就要阿塞 阿塞長上來 然後呢 接著 再利用LVCVD 沉積多精細 Poly Poly Slip 欸 多精細的沉積好像沒講到 好 我們繼續來 講到 看看多精細的沉積在畫面 應該反而後面 好 試試看 鏡頭 這太子 大器 夾 多精細的金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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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